各个迪士尼卡通人物 在乐园中生动表演 宛如进入童话世界 之后中国民众要去 也能不用勒紧裤带 为了刺激消费 上海市政府推出消费券 国庆消费旺季将至 上海将发放五亿元 乐上海服务消费券 涉及餐饮 住宿 电影体育 等等四个领域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停滞 就连一线城市都撑不住 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 希望能在十一国庆廉价期间 聚人气促消费 四例消费券均采用 先到先得方式领取 餐饮住宿消费券每周发放 电影体育消费券每天发放 餐饮消费券比重占最高 将近16.3亿台币 其次是住宿约4亿700万台币 而电影跟体育分别大约是 1亿3600万跟9045万台币 上海市政府会出台这项措施 正式希望能拉抬居民消费数据 消费券以满减方式进行抵扣 按不同类别抵扣金额不一 餐饮最高为满1000元减300元 住宿最高为满1200元减300元 电影票隔抵扣20到30元 体育券最多抵扣80元 消费券不是直接发钱 而是向打折券 希望能刺激内需 但如今中国消费持续疲软 不够大方的政策 是否能在中国国庆期间 完成预期表现 恐怕仍有待时间检验 三立行员参谋停报道